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娃儿是个机器人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青年发现者房奇 来讲述有关她的故事 有请房奇 大家好 我是房奇 2018年2月 平昌冬奥会并不是北京八分钟的表演环节里 有一组机器人手里挥舞着冬奥会棋的画面 让人印象深刻 这组中国制造的机器人 名叫小爱 小爱的创造者龙小坤 年仅26岁 却已经两次登上了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单 十多年前 在一个普通的小县城里 每次拿到了自己心爱的机器人玩具的龙小坤 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拿去给小伙伴们炫耀 而是把他们拆了又装 装了又拆 就是这样一个鬼马少年 从高考到博考一路保送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学霸 而后他又拿到了千万级别的天使投资 成为了大学里的创业精英 而如今的他已经是市值超过30亿元公司的创始人 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上年时拆装机器人时诞生的一个梦想 要造自己的机器人 2012年 龙小坤一度以为自己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他研制的机器人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并且精彩地完成了表演 但刚没有想到的是 随之而来的 却是因为机器人主体 非国产而带来的振振之一声 他们都说 凡是不能打败你的 都只会让你更强大 这样的挫折并没有打倒龙小坤 反而让他跟他的梦想一起成长了 要造中国的机器人 要造中国产 并且傲视世界的机器人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龙小坤 去聆听一个从小梦想到大情怀的故事 想听到南空里面一起是 如果不能打败 solar的数字 是否可以让我们启动 是否能打败 蓝色的故事 当上也是一只把这个 把你从小梦想起来 还有一只风筝 要用这两只风筝 把你从小梦想起来 愿意把破坏的机器人 这样是因为 女孩子有这只风筝 很快脏 不要太乱抑 请出这些机器人他们的爸爸 棱小坤 来 有请 大家好 我叫棱小坤 这是我们的机器人Alice 谢谢大家 欢迎 欢迎 大家的视线都在小爱身上 我们接下来专门给小爱 来摆个台子 要让她进行表演发挥一下 小爱你好 赵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机器人伙伴小爱 很高兴来到今天的美好时代和大家见面 好厉害啊 她很顺溜嘛 大家问一下小爱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三岁了 除了跳舞还有什么本事吗 我还会劈叉倒立 好多动作呢 来试一下好吗 这是一个后滚帆 服务冲 单手服务冲 单手服务冲啊 好厉害 好帅啊 后滚帆是吗 对 你真的很棒 我们要把掌声献给你 谢谢花奖了 接下来我要跟你的爸爸聊聊天 我们先请你在旁边就坐好吗 好的 刚才那个小机器人们在现场表演的时候 我们现场的观众都一片惊叹啊 特别喜欢看 然后我觉得他们也特别可爱 他们的名字都应该叫小爱吗 对 对 它的中文名叫小爱 英文名是Alice 希腊神话风神给它变了一下 因为这个Alice我们主打的是它的灵活性和柔畅性嘛 就可以和风的那种柔动那种感觉似的 嗯嗯嗯 我们都说叫人形机器人哈 这个概念是指 人形机器人的话 就是它能够跟人一样 这两条腿能够快速稳定地走路 你想想它每一个关节 就是它的这个舵机啊 是一个自由度 就类似于我们人的关节 这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最大的本质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有人形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现在实在很普遍了 这个人形机器人是高一个年级的味道 它就是要替代人的一些核心功能 比如说我们说陪伴 我们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 我们的护工如果不够 某些场景下要靠机器人 甚至以后它也可以拥有表情 你还可以和它对话 这就解决很多我们说 由于人类社会到最后 发展到硬阶段无法完成的一些 或者说无法复集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无论是对我们的技术挑战 还是对我们人类社会的最终需要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嗯嗯嗯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 鼓刀机器人玩这个呢 我大小对电脑啊 或者对各种遥控车啊玩具啊 都比较喜欢去玩去拆它 所以说就有这种爱好在这儿 我初生初一13岁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了一个机器人身世 那时候还没开放 然后就从窗外面 能看到那个机器人 它是一个轮式的 跟一个小车似的 然后有各种传感器 它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 去编程去完成任务 但是其实对于我那时候来说 还是有一些失望的 因为那时候孩子们想象的机器人 是一个可以像他一样 有胳膊有腿 甚至像变形金刚一样的机器人 反正那时候就想 如果有一天自己做一个 这样的机器人 会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 嗯 14年前 那你们学校那会儿 对机器人的教育 还是挺重视的 对 那时候山东刚开始推广 这个素质教育 我们学校就进了一个 机器人的实验室 但那时候并不是普及性 每个孩子都去学的一个东西 我们全校当时就选了四个人 选了我同桌 没选我 所以当时我就特别地不甘心 因为我感觉我也可以学 我也很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说第二天一大早 天还没亮嘛 没吃早饭 我就去老师办公室门口 我站得特别迟 为了给老师一个好的印象嘛 见到老师之后我就说 我也想学这个机器人 然后我也有电脑啊 这方面的基础啊 也喜欢拆拆撞撞的 然后我说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旁听生 我不占用实验室的资源 去学习可以吗 然后老师看一下就说 行 那你跟着大家一块来学吧 然后并且说完之后 他就把他的早餐 两个包子塞给我了 嗯 所以就这样 我就进入了学校的实验室了 这老师还真不错啊 是知道你没吃早饭是吧 对对对 我去个特早那天 机会来了 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 学习的过程当中 觉得开心吗 心里是挺激动的 因为有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其实也是在 意料之中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做事的一个风格吧 就是会去预判这些事情 因为我就觉得 我学习还是不错 排前几名 有这些基础 也不占用学校资源 那么去学 老师应该没有理由 去反对这件事情 但是老师当时 给那个包子的时候呢 还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所以说当时学的 就特别地认真 出生那个时候呢 只能每天晚饭 一个小时去学 所以当时就不吃饭了 带一个八宝粥 就去那个实验室 天天这么学 就慢慢地从这个 替补变成一个主力了 但那时候有目标吗 说我将来 有没有明确的目标 这个事情还是一个 比较巧合的一个事情吧 就是我初三那年 就暑假比赛 我们去了哈尔滨 然后在比赛过程中 就在哈尔滨玩 歪打正着地 进了一个学校 进去之后 才知道是哈根大 然后就逛到一个实验室里 那时候个儿也小 就踮着脚 从窗户里看 然后看到里面 好多各种的机器人的设备 因为那些设备 都是在书本里能看到 在电视上能看到的 没想到现在就在眼前 所以心里是特别激动的 甚至都想去摸一下 那种感觉 然后中午的时候 跟一个工大的 一个学长吃饭 那时候才知道 哈根大是中国 比较领先的 机器人的高校 就是从那次之后 也下了一个目标 考进哈根大 继续学机器人 然后到高中之后 拿了机器人比赛 全国的亚军 然后就保送到哈根大了 其实小关 虽然拿的是一个亚军 但是他这个亚军的 含金量简直是太高了 他参加的不是普通的比赛 是国内最权威的 机器人大赛 这个赛制已经残酷 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你必须要在 县里的比赛拿了冠军 才能参加市里的比赛 市里的比赛拿了冠军 才能参加省里的比赛 省里的比赛 还要拿冠军 才能参加全国的比赛 但是到了国赛之后 你又必须得是前四名 才能有保送的资格 他不只是高考 他被保送了 还有他的硕博考 一路被保送 这是父母口中 别人家的孩子 你是一路玩着机器人 上了名牌大学 这真的是玩吗 轻松吗 好多人都开玩笑地说 这个 我没有参加过 高考人生不完整 我说你们只是 看到了贼吃肉 没看到贼爱打 其实我觉得 我这三年的时间 没有过寒暑假 节假日 每次一到比赛的时候 可能就要提前一个多月 就要在实验室进行封闭式的 那种集训了 那时候我们实验室 是要求什么环境呢 门窗都要封闭住 然后拉上窗帘 连光都不能见 然后实验室又没有空调 三幅天的时候 屋内的温度 要比屋外高得很弱 就是那种环境下 我们可能每年 都要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这么集训下去 当时我觉得付出的 可能不比高考少 只不过是没有参加高考 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达到了我的目标 上了大学 等你进了哈工大 你去的是专门的 机器人专业吗 我当时去的 不是专门是设计 整体机器人的 我是去的计算机学院 去学的是机器人的 控制算法 以及人工智能 相关的领域的知识 大一的时候 刚进学校 其实是特别激动的 因为觉得可以 全身心地进入实验室 去学习了 军训刚结束的时候 我就给我们学院的 机器人老专家 洪老师发了一个Email 就是说我想进实验室学习 然后也说了我高中的经历 但是老师回了一封邮件 大概意思就是知道了 他只是说了知道了 是什么意思 没有一个准信啊 我连发了五六封邮件 但都是没有回复 我干脆直接去了他办公室 我说我就是给你发 Email的那个学生 然后又把我高中学的东西 都给他介绍了一下 老师看完简历之后 就是很平常说一句 行 那你来吧 他说的时候 是很淡定说一句 你来吧 但是在自己心里 是特别激动的 因为这样是得到一个 老教授的认可了呀 一般来说 就是老师认可那些学生 能够加入这个团队的学生 都是什么样的人啊 我们实验室 主要是博士生和研究生 可能连大三大四子都很少 我算是头一个 就是大一进去的 那你觉得当时教授认可 你接受你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老师可能就是觉得 这小子有这么一股成绩 别打击他 就让他来来试试呗